另一方面为了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还有国习观 苗栗县政府教育处特别办理的世界真奇妙英语夏令营 7月1号到2号在复兴国小还有攀讨国小展开 透过外籍教师生动活泼的教学 让学生爱上英文课 跟着音乐围着圆圈玩游戏 搭配英文教学 在快乐的学习氛围当中 让孩子们爱上英文课 配合漫长暑假并推动英语教学 苗栗县教育处特别办理了世界真奇妙 苗栗县英语夏令营活动 7月1号到2号分别在苗栗市的复兴国小 同分攀桃国小上课 总共有将近240位的国中小学生参加 主要目的就是让他们在生活里面的这些 这个语言能够来互相传递 大家来学习 那以后对于这个各个地方 各国的这些旅游的状况 生活状况 游戏的状况 他们都能够来融入在一起 在12位的外籍教师 还有英语辅导员 和现代1020年度新进正式英语老师 以及具有英文专长的艺难 共同研发课程 以主题式和善用活泼方式来做教学 深受学生喜爱 我们自己本身也有我们的英文老师 我们也有替他医 我想也要把他能够利用这七八两个月 能够再让我们的子弟学得更多 让他们这个 因为教室里面比较 总是比较不会那么热 让他们比较有一个好的一个学习的空间 在外面就比较辛苦一点 那我就要特地拜托我们李校长 让他们再把他安排 未来很多学生能够参加 暑假期间教育处规划英语夏令营 将在家场次 鼓励有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多多参加 以挣扎自己的语文能力和国际关 那苗栗新闻民用华欣 杨栗市采访报道